主料,洋葱一个,红彩椒一个,马苏里拉奶酪,七红柿一个,主料,番茄酱,黄油,橄榄油,盐一勺,比萨糖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披萨酱做法一,黄油放入热锅内,融化二,加入七红柿丁,洋葱丁,一勺盐,炒软,三,加入十料番茄酱和水,披萨炒四,中火炖煮,注意时常翻炒五, 断制上涂气的粘稠度即可出锅,面皮做法一,披萨盘抓紧涂油二,搭好的面团型搭好,改成薄饼三,放入披萨盘内铺平,软去多余面子,用叉子将面团插上延五,成品面皮干部备用,披萨制作过程一,底层先撒入马苏里拉奶酪二,放入十料披萨酱三,铺上洋葱和和青椒丝,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再放入适量披萨酱油,再铺上洋葱和青椒漆,撒入较多的马苏里拉奶酪八,烤箱250度预热,中上层230度15分钟左右,成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